各位大家好,我是Dixon 今天Archiever Tips 里面对于大家来说非常之重要 尤其是如果大家是修读这个生物科 无论你是中四也好,中老也好 都让大家知道的一件事就是 未来2022年究竟Dixon会给什么提示 给2022年的DSE拜俄同学 因为也有很多同学就PM我 我就问我,Dixon,你会不会试试出2022年的提示 其实真的做了很久,想了很久 分析了也有十年的试题 这十年都做了Paper 1和Paper 2 当中里面也错过很多不同的题目 希望大家也不要错过这些题目 所以今天的Archiever Tips 希望真的让大家知道一件事就是 错到大家成功为止 如果大家喜欢这段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点赞和订阅这个频道 有最新的资讯,大家可以即时收到 在这里也很感谢大家过去的支持 首先第一件事,其实频道里面 已经大约有4000人订阅了 我也觉得很开心 当中里面看一些留言 当中其实是自己拍片的动力 当中也会看到很多同学 都会觉得一件事 可能平时在看这些办法里面 看得很闷 有时候影片可以帮助他们 也有些同学能够挑战成功 在这个Study Lift里面 靠这个频道去温习 例如Archiever Tips里面 一些临场的技巧 让他们到最后 都能够得到5或以上的成绩 这一件事其实都不关我事 最重要是自己的心态 就是调整 其实下去 搞得不到 就能够考得好 当中里面 其实你也看到 Dixon主要是讲这个 广东话中文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的教学里面 都是教中文的中学的 所以当中里面 都会吸引到一些 的英文的同学 因为有时候可能 我自己那时候 读拜阿读书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英文读的 当中里面 又要面对串字的问题 又要面对理解的问题 当中里面 有些拜阿读书的概念 都是比较难理解的 所以有时候 听了中文之后 其实是会帮到大家的手 还有有时候 你看到 我的教学里面 有一些手归的图 原来都可以帮到大家的手 所以当中里面 都出了很多的效果出来 例如 有些同学 看完片之后 拿五声 给他们一些方向 他们 当中里面 有一些题目 是贴重 当中里面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在那个坊间里面 多得很多的人支持 例如RDHK 例如PCM的一些访问 当中里面 其实 去让同学 掌握到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其实可以读拜阿读 可以读得很开心 还有 可以读得有趣味 或者兴趣出来的 其实考试成绩是其次的 但是当中里面 我想是 记住 这一次的考试里面 除了成绩 可以帮到大家的手 之后 都期望 往后的日子里面 大家可以拿到 这一份热成出来 去工作 或者做一些 你自己喜欢做的事 所以当中里面 其实 很多的影片 其实 帮大家清晰了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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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概念 当中里面 有些同学 好时才发现到 我的影片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那些影片 可以真正正正 帮到你 学好你的生物科 无论你 OK 你是 自修身也好 那下去 可能第一次考试 考出来 微如理想 但是 你真正通过这些影片 可以帮得到大家 学好你的生物科 当中里面 就是这个channel里面 那个的 出现 和大家的支持 其实就是 Dickson的动力 所以 期望大家 考虑2022年之后 欢迎大家留言 留多些留言 告诉你 究竟2022年 那个出题的模式 又或者 有些什么 真真正正正可以 帮到你 欢迎大家去留言 OK 给点鼓励 大家用心 过去 在第14 14 里面 都拍了一段影片 去讲 究竟一星期里面 1 by all 当中里面 其实 大家考完Core 之后 在2022年里面 都很特别的 原因就是 在三个星期里面 考完DXC 所以大家 如果你读的选修科 是很迫的 很迫的 很迫的 那怎么处理呢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你可以看回这段影片 当中里面 整个温书策略 第一件事就是 找一些大热的题目 第二件事就是 你要掌握到 出题的思路 所以当中里面 其实 我自己有一本 4星5的深密笔记 当中里面 其实就已经 列留了我自己 过去里面 写的一些 的错题集 能够在这个星期里面 快速地温习 还有当中里面 如果你真的 针对那个成绩的话 其实 原来 你看Task Faper 你要留意一些题目 还有到去 作答的时候 原来有些题目 你要掌握到 一个答答框架 例如 扩散和 心透的写法 二约三强 写进化 那时候 的答题技巧 显性 隐性 那个 推论 的技巧 所以 这些 作答框架 其实大家 要刻意地 找出来 当中里面 其实 隔开了两条 就是 2021 到2017年 2012至2016年 其实 你当温书 这样温就已经可以了 所以 如果真正正余的时间 你要怎样温呢 例如一天里面 我安排 早上是看2017年 那我不是 下午就当温书 我看2012年 如此类推 一些是近年的题目 一些是远古的题目 帮助温书 所以当中里面 其实 当大家去温书的时候 我相信 你会看到 整个考试里面 大家看过 PART SHAPER 你都知道 其实就是多了一些 陌生情景 的问题 处理 有些的实验 提议处理 还有当中 今天的分享里面 我会讲多一点 每个课题里面的 big concept 给大家知道 让大家能够 讲到 其实读这个课题里面 其实大家 当你去找 东西的时候 究竟找些什么 帮助你 提升你自己的战斗力 好了 有时候都要提醒大家 当你做 这个PART SHAPER 那时候 真的要留意 那个 粗的时间 完成的情况 OK 其实过去20 ARCHIEVER TIPS 都有讲过 这一部分 这里也不多说 只是想提醒你 真的要记住 一件事 记住 完成的时间 以及 真真正正正 你真的要放时间 在ARCHIEVER TIPS 所以真真正正正 如果我要做的话 我会先做 AMC 接着做1B 预留时间 记得做ARCHIEVER TIPS 这里我真的要看你的 不过有一件事 其实20讲里面 其实没有搞这个技巧 这里讲讲 如果真真正正正 在实际的情况之下 你做题目 真的不够时间做 例如你的ARCHIEVER TIPS 1B的ARCHIEVER TIPS 你不够时间做 剩下大约 三至四题 我觉得极端一点 OK 那怎么处理呢 那你就要做那些 题目的A题 OK 因为A题 通常问的东西会淺一点 淺白一点 OK 所以我提醒大家 一件事就是 流程上大家不要跳了 OK 因为我真的见过 有些同学 先做了ARCHIEVER TIPS 或者写了一条S 因为你控制不到时间 你翻桌做AMC 你不够时间 在这里留意一下 那在PAPER 2 那里 你就要留意一下 记住 每一条是大约15分钟左右 真的你要留意一下 拿捏的时间 那个情况 那如果大家有问题 大家就可以去查看 ARCHIEVER TIPS 那就是第20幅里的讲解 在第31幅的ARCHIEVER TIPS 里面 讲这个Sing Grade的真相里面 其中有一部分 我也很刻意地说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未来的图表Graph 你问我 其实我相信 都会保持大约六成左右 当中里面 是2019年比较过分一点 75%的 但是你记住一件事 在Summer 4里面 很着重的就是 那些图表Graph的分析 但是如果你问我2022年 其实当中里面 我相信 那个百分比应该是 保持六成左右 而且在这里 都会跟你说 一件事就是 记得 大家同学 记得完成你的卷 尤其是1B卷 你也要尝试一下 作答 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那些 1B的Long Quack 占的分数是 52% 很多 所以如果大家 如果你是介乎 在不合格的水平 或者你想着 自己是Level 2 你想升grade 又不合格升Level 2 Level 2 想升Level 3 这里提到 一件事 都期望你尽力去完成 1B的题目 因为它真的佔比较高 这个表 在31档里面有说的 第二件事就是 这里提到大家 一件事就是 其实拿Level 4 或以上 其实需要 那份卷 大约是 52-62 即大约是 58分 59分 简单来说 我给你介乎 大约是52-62 所以你也会看到 在Summer 4 如果你想着 拿Level 4 或以上 是相对 其他科目是2 所以 大家用心 在Level 4 的水平 如果大家想 听清楚 升grade 的真相 就可以看回第31档了 其实在过去Dixon里面 都有拍过这些 错题集的 我试过 在会考里面 拿回1990年至2021年 去讲一下 那20年里面 坐得最多 那75条AMC 当中里面 亦有一个 错题集的分享 在第28档的 阿柱佛Tips 有兴趣的同学 就可以看看 当中里面 分享的位置在哪里呢 其实有时候 1987年 生长数 那幅图 其实它会取得出来 2020年 不过你问我 也是那句说话 其实这些都是作为参考的 如果大家 不够时间温 的话 就不需要 集中去看会考题 但是 会考题里面 为什么会取回75条 原因就是 因为 让大家认知多一点 其实当年会考的时候 其实学生遇到什么难题 其实都是一个挑战 和一个认知的层面 大家可以帮到大家 提升你的战斗力 那 Archiever Tips for Examination 其实过去第20档里面 我都有强调那14个技巧 今天都是不会和大家高负的 因为后面有一些很丰富的内容 帮大家的手 那主要 给你这版本看的原因就是 其实做完那10年的DSE考试 其实变化真的很大 当中里面 其实都是想提醒你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如果你温书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题目的时候 通常就会看 一些同学仔过去考得差的题目 OK 我们要搞定 过去同学仔那年份里面 考得比较差的题目 因为其实近年内出卷的趋势是怎样呢 其实就是问一些考生的弱项 所以你一定要针对那个概念去运输 那个情况就是这样 然后往后那些呢 其实我抽几点出来说 你问我考生的弱项在哪 就是没有针对幅图去回答 接着就是直接抄那些Data 形容那个Graph 相对那个能力比较不太好 接着到Nature of Science的历史事件的问题 其实是用一些历史资料去作答 实验题里面 看到同学仔没有写2加3的框架 刚才我提到你一件事 如果你想升成绩的话 就要作答框架去帮大家 近年来出了很多 那个实验结果推论的结论的情况 今年你问回我的过去里面 都见到很多同学在Esser里面的表现 未如理想的 所以你见到我在Archiever Tips里面 都会教大家如何去分析Esser 而且他那个同学仔 其实落到那个communication分 很多都是佔三成四成都是零分 一分都会有 但去到二分和三分 其实相对来说是少 其实我们都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落到去 不如接冲一点 教大家如何写 而且落到去教大家去面对 所以你就会见到Archiever Tips里面 是在拍这些影片帮助同学仔 所以这里看回来 而且考E1和E2里面 那个题目就是 两个图两个表 其实现在这个情况 Paper 1B的Long Quack 都会出现这个情况 所以大家面对这些题目 大家加油给心思 那这些Archiever Tips里面 大家可以看回第20讲里面 那14个技巧 那当中里面 简单一点 去告诉大家 究竟哪些技巧可以帮助大家 那其实这段影片 是适合中四至中六的同学 中六的同学 照到你 你都会有自己的那本错题集 但中四中五的同学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尽早去弄一本 自己 我自己也有本的 过去那10年的试题里面 其实我就细罗了在这本《北记》里 给了我自己 Dickson Biology的学生 那当中里面 其实那些内容 其实就是PP JPP系列的 那你会看到 其实在我的Channel里面 其中有一格 在Dickson Biology 的针对DSC训练里面 你都会看到 有一行叫PP JPP 的DSC生物科系列 那当中里面 其实就是 拿回2020 2020的1A和1B 讲解一下 究竟哪条题目 答得对 哪条题目 答得不对 以及在Long Quid里面 也会说到 未来的那个年份里面 究竟有什么温书技巧 所以当中里面 其实当大家去温元书 掌握到最基础的心学知识 你又想掌握到 DSE的行程 究竟他们如何出题 或者哪些是个重点的话 其实就可以看PPJPP系列 让大家能掌握到 在那一年里面 学习些什么 下一年里面 学习些什么 慢慢地去做一件事 叫做 累积 所以你看到 Dickson Biology里面 为什么我会 这么执着那十年呢 原因就是 每一年里面 都有一些 大的概念 我自己拿走 拿走 拿走 拿到差不多 其实你就会看到 开始 成了形 而且下去 也提示 一件事 我自己做完 2021年的MC 之后 哪一条MC 有机会转做 2022年的Long Quack 再问呢 所以其实 当大家去看 讲解的时候 其实你见到 某些题目 我是倾向 讲得深一点 当是教书 教 让大家增强自己的战斗力 还有PPJPP系列 你见到 其实那个分数 不像续题讲解 OK 只是 列入一些 比较重要一些 和考生比较弱的一些 概念 我拿出来说 所以当中里面 如果大家想增强 在DSE里面的 潜斗力的话 PPJPP系列 都是一个 很大热同学 利用来温书的 一个channel 来的 建议温习时间 其实 课程文件里面 都有把我们的教学 内容里面 分开了四部分 就是 细胞与生命 遗传进化 生物和环境 以及健康与疾病 那你都感觉到 其实是哪几货 OK 从细胞有关的 和呼吸作用 光合作用 那些 其实就是 这个 细胞和生命分子 遗传和进化 环境和生物 例如 什么系统 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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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 健康的防卫 例如 传染病 非传染病 身体防卫 就是这个 这个类别 当中里面 其实你都会见到一件事 如果大家同学 不够时间温习的话 那你就先温了 生物 环境的部分 然后再温细胞的层面 再温基因的层面 最快的层面 最后再温这个 传染病 但当中里面 这个只是建议而已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准备你的考试 其实你都会见到一件事 例如 最近的情况 是说 传染病的话 那下去 这些课题 当然是要温 而且下去 不能用这些建议时间去温 原因是什么呢 生物与环境 占的课题很多 健康与疾病 占的课题很少 相对来说 时间是短一点 所以 我也是这样跟你说 其实没有说 哪几个课题 温得多 温得少 最重要的是 哪几个课题 其实很久没有见过 又或者 最近很重视的话 你就要抽出来去温 所以这里 不过 都是那句说话 如果你真真正正 你真的不够时间去温 都建议大家 先温了生态系统 对不对 因为每年都出 一至两题 所以 其实 在第39 achiever tips 里面 都用了十年的课题 去预测 2020年出的课题 当中里面 都不多说 原因 过去都说过 不过在这里提醒大家 例如 橙色的部分 就是先温 你都会见到 在这张 list 里面 只要已经 list Paper 1 和Paper 2 加出来的总数 问得最多 就是 例如 新态统 遗传学 接下来到植物的晶腾转运 和支持 这些题目 当中 温完 橙色的部分 为温绿色的部分 接下来到 接下来 就可以跟着 温这个 白色的部分 当中里面 看回那个讲解 这里也不多说 但是 为什么我会做这个分析呢? 原因就是 去到最后 看回究竟 有哪些课题 可以帮大家 例如 午后格 去到合格 又或者 可以帮大家 升一个grade 那下去 有时候 课题可以帮大家 但问题 都是那句话 一些容易的课题 一些容易的课题 是可以出题 是出得很难的 所以 大家 温完课题之后 其实 有些题目 都未必搞定 所以 这里 都要提醒大家 其实 温了课题之后 第二件事 你就要问一问你自己 你知不知道 课题里面 它是会怎么出题 然后 你就好好地 准备 作答的方向 和想法 这些东西 反而是 大家要有的 一个想法 你才可以升到 一个grade 接着 去到整个 讲解里面 最精彩的部分 当中的 其实这些 这些 这些 提题 其实 都有讲解过 今次的讲解里面 你会看到一个 例如 2020 2026年 其实 有哪些 题目 有出过 我都放进去 所以 当中 大家都可以看看 今天 的讲解里面 可以帮助大家 一件事 就是 可以看 整个 重点的 考核的分布 当中 其实 整个 课题里面 你都会看到 一件事 主要 我只是想说 一个big concept 概念是什么 概念是 其实 很多的同学 当他读 例如 细胞膜 又或者读 物质转运 其实是分开读 但当中 大家真正正正 去了解 这个课题的时候 其实 你要想一件事 细胞膜 和分子的性质 那个 流动 伤痕模型 伦之 伤层 接着 你要读的就是 分子的性质 極性 和 非極性 当中 为什么会读 这些东西 原因就是 正正是因为 细胞膜構造 是 伦之 所以 其实 物质进出的细胞 很难 所以 第二 又要想一个问题 就是 那些分子有极性 Polar 和 极性 所以 大家会摄力到 有时候过去通道蛋白 有时候过去再看 carry 所以 其实 就会开始出现 物质转运 大家要读 那四个过程 当中 三加一的概念 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过细胞膜 一 这个过程 就是吞细 因为太大粒 过不了细胞膜 所以就整粒吃了它 所以 如果你明白到 这个概念 当你去找细胞膜 那时候 原来 其实 是帮助思考这件事情 而当中 2021年 去出题 其实都有问过 一件事情 例如 线粒体 里面 有什么物质 是进入到 线粒体里面 例如 腐霉A的 在呼吸狀 里面 所以 如果大家 在 整个课程 然后 你就会想 其实 原来 有些课题 如果你中四的时候 教细胞膜 是不会刻意地教你 但是 如果你看到 PowerFaper 你就会知道 其实你读这些东西 是什么用呢 是因为 那个细胞膜 在闪粒体里面 又有外膜 所以 其实 物质进入到 线粒体 液绿体 其实很困难 所以 你就这样去理解 你就会知道 发生什么事 所以 出题的形式 例如 物质transport 实验 解释 这就是 Big Concept 第二 你会看到 过去的十年 经常问 显微镜的 用法 使用的方法 然后 画高倍低倍 图 下来 又是看显微镜 做古大小 大家都要多谢 显微镜 如果没有显微镜 的话 大家的生物科 不用读那么多东西 所以 显微镜的 发明 和科技的进步 其实帮到大家 所以 有时候 大家又要 想一想 猜一下 曬包器的数量 密度 相对风度 古东西 当中 你也会看到 煤的性质 漏了质 和重要性 所以当中 你也会看到 出题的形式 最考虑的考生 是什么呢 那幅能量图 跟着 这些 其实广厚历解释题 也有问过 所以 如果你问我的话 其实 归立了三个Big Concept 第一 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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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 你也要做得到 而且 再到煤的Nature 和Significant 其实 你读到什么呢 但当中的 徹底的话 你要留意 例如 能量图 你要搞得到的 就是 实验和煤有关的摘死的步骤 和变项的处理 你要留意清楚 然后 留其是 哪一件要留意呢 有一条 Archieva Tabs 也有拍过 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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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实你见到过去里面怎样去教光合众和呼吸众呢? 只有三部曲而已 发生的地方发生什么事和产物的命运 下去去问东西都是问这几样东西而已 当中里面有些题目出得很过分的 例如放射性同位数的实验 问你产物幅图 2019年那条AMC 光合众和呼吸众 真正正正你读的时候你要想清楚的是什么呢? 能量水平的层面 和生态学 当中里面为什么突然会弄到生态学的呢? 原因就是因为 太阳和绿色的植物进行光合众制造成物 能量传递在营养级别中 大部分的能量就会流失的 所以当中里面也要留意清楚光合众和呼吸狀 能量的比较 第一就是分子的水平 当中里面2021年有条AMC 就问了 哪些分子里面有多些能量值 又出MADPH又出MADH 很明显就是分子的水平一定要弄清楚 第二件事你要想清楚的是什么呢? 例如缺氧呼吸狀的情况 酒精发酵和乳酸发酵的理解 以及移除的形式 所以当中里面其实都是想说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当你读光合众和呼吸狀的时候 出题的形式就是什么呢? 一是两年出的 一是有时候出光合众 有时候出呼吸狀 大家是避不了的 但如果你的AIM 你的目标 是打算用LV4以上的话 光合众和呼吸狀一定要弄得好 所以如果你问我 大概概念是什么呢? 大概概念是光合众和呼吸狀的比较 接着就是双膜的结构 功能和比较 记住 有个叫做内共生核说 Endocent Biosis 当中里面 其实 那个闪粒体和腰体是双膜的 为什么双膜呢? 下来看看Archive Tips 37 讲 但当中里面 其实只是想说一件事 物质分子进入双膜和腰粒体 是经过双膜的 所以当中里面要留意清楚 物质转运的过程 这是第一点你要留意的 第二点真的要看你 能量水平的层面 在这个范畴里面 其实很多同学可能涉及到 读的卡课题的情况 未如理想 所以这里提示大家的东西 其实读法应该是这样理解会好一点的 接着就去到基因 或者验识体 2021年问了这条图案 就是考起班考慎 当中里面是问你 验识体和验识单体的变化 其实如果你看回我们的教科书 或者A-level 都没有刻意地去说 真的没有刻意地去说 就算有的话 都是没有指到那么仔细 但是一出真是考起班考慎 所以其实有时候 二年以来的题目 其实问到洞洞洞洞洞 真是考起班考慎 但是当中里面 其实我就为了这一份 其实我就弄了这个表出来 去看检验识体的数目 检验识单体的数目 DNA含量 OK 然后落到同源检验识体 当中里面你都会见到 有一些位置的变化 有很多不同的营光笔 去展示变化的情况 有兴趣的同学 就去看第35角 是为了一个人一份的 但是当中里面 你都会见到 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考试局很重视什么呢 很重视在这一课里面 那些致辞的理解 例如你写细胞分裂的时候 你一定要解释到 一定要理解到 什么姐妹染色体 同源染色体的分别 时期的观察 DNA 蛋白质 染色体的关系 为什么DNA是理想遗传物质 接着DNA图 时期的观察 DLS 和DPLS 就是有私细胞分裂 和感受细胞分裂 哪段时间进行 Independent Assessments Crossing Over 下读到这些情况 而会在下一年代里面 也很着重二分裂的情况 所以你就会见到 第一个Big Concept 就是什么呢 西胞分裂的变化 和重要性 第二件事就是什么呢 其实在这一组的课题里面 其实真是跨课题 你现在读细胞分裂 多谢显微镜 没有显微镜的话 其实大家不用读到这么仔细 而当中的课题里面 因为显微镜 所以大家能够了解清楚 验识体 例如科技的进步 又了解了实验 找到一些DNA 寄引出来的 但当中里面 其实你掌握一个细胞分裂 你为什么呢 其实下来就是 因为有Crossing Over 和Independent Assessments 所以就产生了Variation 遗传变异 就有独立分配和互换 导致又进化 然后产生得莫多人性 而这个Big Concept 就是2021年的Essay 就是考虑你这件事 所以当大家去找这些课题的时候 其实你要掌握到Big Concept 反而你就会知道 考核的重点在哪里 接着继续到遗传语进化 遗传语进化里面 读《万得已》 《三比日》 接着下去 那些 《纯组九集总九》 就是2019年那条Essay 又可以考虑 当中里面 其实 在这么多的概念里面 他想考什么呢 当中里面 你要理解到 《万得已》定律 《第一》定律、《第二》定律 概率和必然性 你要知清楚什么时候 3比1 3比1是无限做数而出来的 但是3比1里面 其实是说 两个都是集合子的情况之后 留意比例 推上去的想法 当中里面 2019年就问了什么基因胃碟 你问到很仔细很入 OK 当中里面 2021年的AMC 又问了 染色体活动和减数细胞分裂 和《万得已》说的东西 有什么可以配合到 接着 染色体活动减色 就是独立分配和互换 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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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里面 Achever Tips 亦都说了 什么时候在常染色体和 什么时候在性染色体 这条是最难的 Dickson 也在贴这条Long Crack 其实问也是问MC的 希望他组出Long Crack 问也是问MC的 所以你都会看到 2021和2022年 留意一下 当中连续变异 不连续变异 DNA构造 接着是纯种狗 杂种狗的情况 所以你看完这些东西 你就会知道 其实你真正正正的 Big Concept 是什么呢 显性 隐性 常染色体 性染色体 和遗传的类型 有时候是 显性 隐性 什么时候是 Codominant 共显性 血型 遗传的情况 接着是统计学的实验 曼德尔开始在年代里 开始做统计学 还有到特变的由来 因为染色体的活动 看到独立分配 和互换的情况出现 所以当中里 在这里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真正正正的 可以环绕这些Big Concept 继续去看 仔细一点 就是Transcription 和Translation 接着去看基因工程 在这里的情况 其实有什么可以帮到大家 其实你看到近年的 DSE考试里面 很着重问转读和转译 亦都在A-Level的范图里面 因为自己 Dickson也有教过A-Level 或者自己也读过A-Level 当中里面 有一些困难点在哪里呢 题目是问到很复杂的 有时候 密码股 无板股 非 编码股 非 无板股 又密码股 又反密码股 所以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这些字眼 在A-Level的年代 是有的 但如果从出题来说 其实 你出到条问题 其实考生 掌握到 想法 答得到 就可以了 其实 为什么考到这么复杂呢 所以到后期 这些计则 有时候 你看到Dickson有些认识策略 一就等于三 二就等于四 然后去解决了什么 什么无板股 非无板股 然后去到偏马链 非偏马链 这些东西 其实 读这么多这些东西 其实到最后 都是想说 这些东西 同一细胞 同一基因的部分 就会读基因表达 基因表达里面 就制造不同的蛋白质 然后进行细胞分化 反而我觉得 这些东西 就非常之重视了 这些东西 读这么多东西 看回这么多问题里面 这个概念 其实真的要有 所以 在这里 大家一定要读清楚 基因表达 也有一个hypothesis 叫做 1-gene-1-enzyme 1基因1个酶的假设 其实简单来说 1-gene-1-protein 1基因1蛋白质 简单来说 基因型 反应的表现形 是由一个基因 而导致一个特征出现 这样去理解 但是 一个细胞里面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基因 所以 它们就会制造不同的蛋白质 接着就会有 Cell Defensation 就是那个细胞的分法 有不同种类的细胞出现 接着第二件事 大家要留意的是什么呢 我也觉得大意 怕突变 和这个 染色体突变 那你怎么知道呢 所以你有时候 就看 那些染色体的数目 多与少 有时候怕突变 那你怎么去处理呢 有时候你就要用到 一些怕工程 所以你要留意清楚 你的DNA指纹分析 重组DNA的原理 电影的过程 还有落到DNA指纹分析 爸爸给你 妈妈给你 认识片段 所以基因工程里面的使用 和发展 其实就是 大家的选修科 E科里面 其实讲的内容 继续了 接着说完遗传之后 就开始慢慢去到 进化和生物多元性 所以当中里面 你都会看到 其实首要的第一件事 就是说生物多元性 OK 接着就是说 科技的进步 如何影响 那个 生物学知识的发展 OK 接着就会开始说 进化 有些什么证据 去证明 达二汶说的东西 是正确的 一连串的话 你就会看到 这样的情况 所以 在这个 Archiever Tips里面 都希望帮助同学 就是找到进化这个课题 所以你会看到 第一个Big Concept 希望帮到大家的 进化的内容 证据和限制 一定要掌握 OK 第二件事就是什么呢 基因 接着就会产生特别 接着进化就是生物多元性 所以其实 这几个课题 应该是放在同一个类别里读的 但是 如果你看回教科书的安排 旧那套教科书的话 其实 例如我给你一个例子 分类学就放在第19课上 接着 基因 26 27 28 29 30 我当作26至30 它就分开了 分开了 大家就好像理解得不太好 所以 如果你去了解到 这个Big Concept 的话 照到你 就可以 先教了第19课 OK 比较淺 一点 接着 就可以开始教 第29课 即是化石的证据 和30课 那个物种的形成 可能连贯性会更好 所以 新的那套教科书 其实是改善了这个东西 但是 如果大家 在用旧的教科书的话 这个 period 应该是大家在用旧的教科书 所以大家 读的东西 不是太有连贯性 但是 问题 Big Concept 其实是在考虑这个东西 所以 你也会看到 有些题目 例如 二叉式 检索表 以及 找到 进化树 OK 先看 进化树 一起去理解 整件事 找到 亲缘关系 OK 所以 我提醒你 另外一件事 如果真真正正 大家要理解 整个 遗传要进化树 应该是用这些 Big Concept 去理解 而且当中 2021年的S 就是问了 便移的 变异的 重要性 所以 大家要留意 这件事 当你读这些课题的时候 其实 基因的课 二十七课 接着 便移 接着 进化 接着 生物当成 这几课 放在一起读的话 你会读得好一点的 OK 当中里面 如果你掌握到 这些Big Concept 翻桌再温书的时候 其实有些东西是会痛了的 你会知清楚自己 读的东西是有连换性 而不是散修修 不只是读 二叉式经验就算了 你要知清楚 读完之后 究竟和进化 反应的进化 有什么限制 你去这样理解 整件事 你就会读得好很多 接着 去到生物与环境的部分 生物与环境的部分 其实都有很多内容 和很多课题 当中里面 说消化 问来问去 都是问你 可能1132的概念 哪个地方 找到那些煤 但这里提到你一件事 2013年 2013年问了那条AMC 真的考起了些考生 OK 小肠的唇皮細胞 的細胞骨 里面有煤 和腸液是没有煤的 这里就要留意 这些死怀 小肠吸水最多 希望 Long Crack 里面有问 问了AMC 2021年问了一条AMC 接着就问你 饱吐感 消化管道的问题 例如身体内处理过多的胺基酸 如何处理 当中里面 毒完消化 接着就毒气体交换 接着就毒心脏 所以当中里面 你都会涉及到 有一些死位 例如 血液浓度的变化 脑径 接着到鼻肝和小肢气管 有上皮细胞 留意和细胞排列的情况 是帮助你身体防卫 你都会见到 这些AMC 会出现 有些跨课题的意味 所以 大家温饰整个 生物科 温饰整个 课程的浪行之后 你就要想一下 究竟 课题和课题 之间有什么关联 换气的机制 也问过一条AMC 大家要掌握 其实吸气和呼气 是关于气压差事的 成份捐血 没有出过这些题目 但我觉得这些题目是有意思的 因为教学里面也有说过 例如 不是只是捐血 可以捐成份血 血液里面的成份 去捐血 当中里面 例如 血管的结构 血压和血流的关系 2021年是出了 组织的形成 流体正压 问来问去 都是这些题目 但是 这几个课题里面 如果你问我 BIG CONCEPT的理解 就是你要了解清楚 血液 组织的成份 路径 经过器官之后 有什么变化 然后再想一件事 经过路径之后 有什么变化 比如 结构 动物 接着就是 微血管 接着就是 植物 当中里面 结构的问题 又会产生 流体正压问题 产生组织液 组织液的成份 又和血液有些不同 因为过不了 所以 出题的形式 你就会见到 2021年 那幅图 总环前面面 接着又问 组织液的形成 原理和机制 那些东西 而且通常 出题切题的形式 就会问你 有什么毛病 例如2021年 问你 胆管疑管失了 影响过消化的情况 所以 其实你也会见到 好像 貌似看上去 好像有很多内容 但 其实 你有这个 概念的话 拿回去 温书的话 其实是看通了很多东西 接着就去到植物了 植物里面 出的范畴 都很多 例如 光合纵的产物 除了炭水化物之外 除了葡萄之外 还有 脂质和蛋白质 这个又是AMC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忽略了 好 接着就是 问来问去 泥土吸收蛋这种元素 接着 鱼菜共生 水间 自己也贴中了鱼菜共生 当中 里面 2021年 问过那块 叶子排列的情况 气孔数目的比较 看显微镜 又是显微镜 然后 保卫细胞的机制 好像2013年出过 OK 补偿点的理解 肝合作用 呼吸作用 今年 其实都出了 一书两点 当中里面 蒸痰拉力 亚蟲和输道 运输食物 当中里面 也有出过 AMC 水是向上拉的 因为产生拉力 但食物是向下运的 输道 食物也可以向上 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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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趣的 输道 当中里面 蒸痰计的理解 气泡蒸痰计 重量蒸痰计 蒸痰计 蒸痰速率 比较 今年2021年出的 AMC 就是 问你哪些因素 是最影响到 精神狀瓦 那个情况 其实也很难的 同学都不太懂得看 颜色的 比输道 你见到 今年大热的 Dixon 觉得就是 木质暴振皮革 光性 和膨胀度 比较 业绩形态的维持 都是大热的 所以你问我 在这些课题里面 如何去理解整件事 或者读好生物科呢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你要留意分子 细胞的层面 和细胞的排列 去理解整件事 简单是这样 因为显微镜出现 你看多了些东西 你去解释现象 所以你会见到 例如 膨胀度 光性 排列的形式 都是多得显微镜 第二件事 就开始出现了 一个答题框架 就是大于少于 光合作用 更大的呼吸作用 减肥的 或者能量消耗 和摄取量的比较 到真正光合作用速略 呼吸作用 大的光合作用 吸水量和失水量 就是精疼作用 和根部吸水情况 所以整个过程里 你要理解 支持 吸收 生长 繁殖的过程 以及它们之间 究竟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方面 大家要留意清楚 这一条的AMC 里面 是很考虑的 即是水是向上拉的 但输度的话 可以向上向下去处理 所以 你问我 10年的AMC 里面 做就了Dixon 的错题集 就会见到一件事 其实 原来有时候 学生物科 是要留意这些要点 OK 这些是一些要点 大家要留意的 好 接着就去到 伸直的范畴 在伸直和生长的范畴 里面 大家要理解什么东西 其实 你看到 有些死位要留意 例如 自花存粉 二花存粉 和 遗传的 变异的分别 这里要留意 这里要留意 在DSA 考试里面 好像也没有问过 长问题的避孕方法 所以 大家在这里 要准备一下避孕方法 和心患学原理 就是性交的时间 背后的心患学原理 又要问一些很难的东西 精子头 首先 就是精子头 那些线粒体 中电的线粒体 是不能进入卵子 以前也有问过 但是 放进去 DSA 考试 还没有问了 长问题 这里要留意 你问我 我觉得 今年的大热 看下去 就是胎盘和胚胎 池带 很久没有见过 这些题目 刚才也说过 掩饰体特变 阳磨磁酸術 有可能会问 掩饰体特变 以及胎盘和池带 刚才也说了 分化很重要 从基因的层面 如何理解分化 以及当中 你也会看到 量度参数的选择 今年 2021年 就出了这条 很难的题目 在水生植物里 去量度参数 这里我已经留下了 当中里面应该是蓝色 当中里面的理解 又要了解清楚 当中里面的情况 真的 因为是比较弱的地方 当中里面还有的 就是 总之文化 很久没有见过 所以真的要温温去 所以 如果你问我 在这几个课题里面的 大概概念 有什么可以帮大家解释 我想就是 动物和植物 新值的构造 以及策略 以及维持差异的出现 所以就会出现 有些题目 自发传分 二发传分 接着就是 验识体特别 基因特别 要搞清楚 接着 生长参数 如何选择 生长参数 生长参数的选择 其实就是 影片行 所以当你读 那时候 你就要留意清楚 有时候又要想 读来做什么 其实 现在考试的题目 就开始告诉你 读来有什么用 就是要你知道 有遗传变异 那个策略 他们 动物和植物 繁殖的策略 是怎样 以及 有时候 我们要做实验 在生物的范畴 量度 那时候 我们要选择一些 影片行 不是 你一定要选择 影片行 才有意思 这方面 大家就要留意了 好 接着 眼睛耳朵 接着 向光性 接着 神经那一课的理解 当中 其实也有很多 例如 尸膜脱落 尤其是 眼睛那一课 有特别多东西 例如 看近东西 看远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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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又要了解 视锐度 感光细胞 风度图 应该是2014年 这条疼服 都考得很差 所以大家也要看看 当中 再看 新的技术 Smile LASIK 这些改善 视力的手术 没有出过 还有 半规管 其实很多同学 都发探了 半规管 是帮助你探测 头部运动 生长数的实验 很久都没有出过 还有 会考年代 最难的题目 就是出了 hypothesis 假说1 和假说2 有些光 会破坏到生长数 还有光 会亮 生长数 移向背光一侧 所以 2021年出的题目 其实是在 2009年的 会考里面 出过的 所以 不是很新的题目 但当中 今年的大约 我都觉得是新长数 原因就是 很久没见过 long crack的题目 接着 神经元 外灰 外灰 内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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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大佬皮层 感觉区 联合区 运动区 和神经元 在神经元中的传递 所以 当中 你问我 有哪些位置 大家要留意 望近夜 望远夜 机制 半规管 接着 神经经济 接点 外灰 内灰 大佬皮层 和神经元 神经元 传递 大家要理解 但当中 系统里面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协调五步曲 透造和路径 系统的毛柄 曾经有会考出过的就是 如果中风的话 下去哪个区域 会影响到 那个动作 这些情况 新长数实现的理解 其实你就会见到 这个概念就是 这些东西 而且很强调的东西就是 协调五步曲 就是 刺激 感受器 协调中心 效应和反应 刺激 感受器 协调中心 效应器 然后反应 当中 Archiever Tips 也有说过 例如Dickson 踩单车的时候 看到前面 红灯 下来又有声响 然后我停下了一间车 那五步曲的处理 所以 这些题目 都希望帮到大家 作答的时候 原来有些框架 是帮到大家去作答的 接着 就去到 骨落 和糖尿病问题 我觉得 这个课题 今年大热 原因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 冬奥和奥运 糖尿病 糖尿病 问的年份 Long Crack 过去问的 好像时间五六年都没有问过 所以 如果今年的大热 就是这个糖尿病 当中 要做出那个姿势 那个动作 其实 落到他的关节 肌肉 人体 和肩 那个情况 所以 当中 如果你问回我的话 今年的大热 其中一个是 健同人体的性质 有弹性 没有弹性 还有功能 和力道 和肌肉收缩 导致 那个肌肉 那个传递 那个力 让那个关节去移动 但是不脱钩 是因为有个人体的情况 大家要掌握 这是第一点大热 第二点大热 就是 如何做出姿势 40讲 里面有讲 第二点大热 在哪里 就是糖尿病 OK 糖尿病 会如何出题呢 我在第41讲 里面 以一个实验题的形式 去分享出题的方向 当中 其实 你要用到 Graph 的变化去引证 你要留意 形容 Graph 的走势 还有 记住 主要是 你一定要写那个机制 是从细胞的层面作答的 就是那个肛细胞 例如那个 对那个胰岛素的敏感度 敏感性 这些杂质眼 还有在市面上 其实都流行饮食 减肥 OK 帮助去 糖尿病的情况 就是那些什么 GI 食品 升糖指数的食品 当中要留意 例如新糖饮食 其实是给一些糖尿病病患者 不是萎萎减肥的 OK 要留意这些东西 以及跟糖尿病的关系 所以当中 其实 要准备的就是 糖尿病的long crack 以及 肌肉协调 做出姿势的long crack 去到一个超大的课题 就是那个生态系统 每年都问一两题 下去分开了四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 非生物因素 影响生物体的分布 问来问去都是这些东西 可以写给大家 第二部分就是 生物因素 就是大家互为关系 就是A和B 涉食 竞争 那些关系 问来问去都是这些东西 所以你也看到 2021年出的实验题 就是两个物种 有两棵植物在这里 那棵树叶大一点 有棵树叶小一点 遮住了覆盖的情况 第三部分就是 能量流 再加物质流 第四点就是生态的考察 可能疫情关系 大家没有出过考察 所以通常会给你一些 资料去答问题 来来去都是这些出发 所以当中 整个要点 我都拿捏了 但当中 你要问我 有什么重点 非生物因素 影响生物体的分布 优势种的理解 很着重物种多人性 和优势种的比较 在这里你要留意清楚 看Graph的技巧 当中里面 例如布石和裂物 有竞争的图 然后又问过 例如 互利共生 遍利共生 寄生的图 其中有一条MC 我记得2020年我讲解过 幅图怎样画 和怎样理解 总内竞争 总间竞争 这些概念 然后 例如 福寿螺 微金谷 情景式的作答 第1 今年的大约 我觉得是生态演体 生态演体的long track 很久没有见过 接着就是 去到 能量流 接着就是 物质流 碳循环和淡循环 同化的过程 即是恐龙 二氧化碳 恐龙 我们吸收的二氧化碳 我们 枯出来的二氧化碳 就是恐龙 那时候的碳分子 让方让线 让大的 步骤 选择和限制 还有人食草 人食牛食草 能量传达的问题 其实这些 其实 achever tips 里面 都有讲的 所以这个这么大的 课题的话 大家都要花点时间去训练 大家 但是问题很明显 要点上 其实就是环绕以四点 但是 通常文法 就会以 这个 experiment 实验的形式 和一些 data 去给大家 去做那条题目 这些就是 过去的十年里面 看到的情况 好 接着就去到 全染病 全染病 里面有哪几个课题 可以帮助大家 呢 通常 全染病 这一课 或者非全染病 这一课 和身体防围 只有三个课题 当中里面 近年来都很大热 例如 新型冠状病毒 或者 Omicron 其实 你见到过去的 tata saper 都是 问蚊 真的问蚊 所以 传播和具体的建议 一定要具体的建议 那 到全球暖化 和 全染病的关系 到 真的 例如蚊 就会多了 等等等等 抗生素 通常会问 抗原抗体抗生素 你要弄清楚这些字眼 免疫力和 免疫反应的机制要弄 什么叫免疫力 即是抗体水平 所以有时候 就会以 一些图案的形式 叫大家看 过去的 例如 新型冠状病毒 中东呼吸总合症 Omicron 那些 过去的 achever tips 都已经拍了 给大家看 所以 当中 过去的内容 其实 当你读身体防困的时候 是 着重于背的 机制 所以 大家 有时候 有些题目 例如 2021年 他就问你 接种 第一题 有三四分 就是这样 但当中 如果你问我 我就会觉得 作为 生物科 可能 以Omicron 这个形式 去问大家 B cell 和T cell 的机制 和初次反应 和计法反应 所以 今年 其实 一条题目的大事 就是 我相信 就是 Omicron 这个情景 或者新型观众病毒 这个情景 再回答 2016 2017年的中东呼吸总合症 的情况之后 问你身体防围的机制 希望 不会令我失望 2020年的 Summerfall 考试里面 如果都没有这些情景 不知怎样说 但是 一个很热的课题 所以 如果你问我 我真的要准备的话 我一定要掌握到 抗原抗体抗生素 免疫力 和机制 例如 B cell 和T cell 作答的框架 我就一定要掌握 还有 那些传染病 那些 其中有一条的定律 叫做 这个 区克斯定律 过去的 Archiever Tips 我都有拍了 这个 定律的理解 所以 提醒大家 这些 就是 Dixon 准备DSE考试中 做过的 事情 接着 去到 科学本质 科学本质 通常 以科学的情景 作答 以下 那些 就是Dickson 过去做 Punk Saber 或者看 教科书 的 过去 自己 看过的 一些情景 这里 我都不多说了 真的不多说了 因为 有很多 教科书 都有看过 但 有哪些 死位 大家要留意 我觉得 西包摩的模型 要留意 一些 传染病 那些 的 情景 然后 植物吸收 泥土里的 物质生长 接着 解剖人体 血液循环 这些回考题 也见过 物种分类 今年出了一条 2021年 出了一条 分类学的东西 玩了一些 效生 因为 没有提供足够的 证据 所以 其实有时候很难记 但当中 你看到这么多 的情景里面 其实 你问我的作答技巧 就是什么呢 其实 科学历史有这么多 其实我真的记不完 还有 我的认知 我未见过 所以 我只是提到一个 big concept 其实给大家知道 是什么呢 用回题目的资料再答 还有 记住 答题 那个形式 就是什么呢 想回那时候 科学家的思维 为什么要这么想 有时候 他相信 他的眼睛看到的东西 教科学本质 有时候 很多时候 就会给大家一堆东西 去背 那些东西 自行处理 就可以了 因为 其实 我只是想提醒大家 一件事 当你去答科学本质的题目的时候 那时候 想回科学家的思维 和那时候 社会气氛 去思考 那这里 就要提醒大家 接着 去到第二部分 你会看到 其实有很多例子 例如 验识体的发现 Path Vapor DSC 出过的 这些 印皮布的功能 发现 例如 牙虫的情况 第一幅精子的图 生长数 反射 反射 条件反射 狗狗实验 绿组 绿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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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绿绿 在A-level 尾堵素 发现 回考 RMA 遗传物质 在A-level 半保留 实验 生命起源 其实 好像 甲府书有 所以当中 你看到这些 情景也是 你听完Dickson的讲解 有些情景 你不知道在说什么 不要紧 不用刻意对他找 题目是会 比较足够的 资料力 而且 记住 作答的时候 用这两个向导 去想 就可以了 科学探究 过去的科学探究 其实 都列络在这里 但 如果你问我的 Big Concept 我真正正正 会这样跟你说 其实 我们在第一课 讲实验目的 假设 做实验 有Data 推断结量 其实正常人 我们读的时候 就是第一步 但真的想告诉你 和做题目是两个 做题目的时候 做题目的时候 就是什么呢 我们看实验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要先找实验目的 接着 我就是想看一个 自变行 然后用一个 应变行 去量自变行的 功能 然后看住 数据 去作出 结量 即是告诉你 这个自变行真的有用 所以 这个自变行 那个结量 是针对最终的 最终的目的 去想 第二件事 就是什么呢 其实现在出的实验题 就会这样想 记住 通常我们说的 假设 是有预测性的 就是简单来说 你有看 Dickson Balogic的影片 照到你 你会考得好的 所以我们就会通过 DXC考试去做实验 有个预测性在 而 而控制变行 和假设的重要性 因为通常 你看到我讲解里面 自变行 会影响应变行 而应变行 很多时候 就会受 控制因素 和假设影响 所以 你的控制变行 和假设 一定要做好 简单来说 科学家做实验 是很严谨的 不是说 你看Dickson Biology 就会考试考得好 那你想证明Dickson Biology 有用的话 其他的前设 大家要控制得一样 还有 我假设了 你看完之后 你真的明白的情况之下 去做实验的 所以 讲来讲去 都是这些的箭嘴 Data的处理 其实今年也问过 你计算平均值 过去的Archever Tips 都有讲过 叫大家计算平均值 计算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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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里提醒你 控制变项是否所有东西都要控制呢? 其实不是的 我们选一些最重要的 假设找一些针对应变项的 出来去写的 所以这里提醒你 最后就是看单位 因为有时候你做题目的时候 你见过的那些单位 我都没见过 我真的没见过 我真的见过 DSE 里面 E1 和 E2 有些题目的单位 我都没见过 我读书都没见过 我大学都没见过 你突然间出来 但是理解性是怎样呢? 简单来说 在多少体积里面 有多少重量的物质 即是你见到这些 无理拉根的单位 你就这样理解 就可以帮助你考试的 所以当中里面 其实过去那十年里面 通常问的东西 其实就已经拿捏了在这里 例如维他命斯的浓度 SBA的实验 光合作用 呼吸作用的实验 那些装置图 这些其实很传统 但我相信 现在去到2021年打后 和SBA 就剪掉的情况之下 相信他出的实验 通常是一些很陌生的情景 所以这里就看回大家 在这个 科学研究中的作答的情况 然后就去到画图 画图和显微镜的图 图表图图都很重要 过去那十年里面 真的会问过 你叫大家去画一些高配图 或者低配图 曾经有问过 可能叫你去画低配图 所以我会说 画图表图表图 画过一次 但以前在A 图表里面 隔年画一次 所以我认为今年 画图表图的机会很大 然后还有什么呢 神经圆的 密充传递 其实2021年 就问了 给图表图 叫你画 问你各方向 但是有机会叫你画 我觉得今年大义 就是genetic diagram 庞士表 也有机会问 然后就是进化树 我觉得今年也是大义 因为很久都没有问过 好像自2015至2016年 之后 往后都没有问过 所以你问我 画图表图的时候 画图表图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要知道 背后在做什么 为什么要明白背后的做法 画图表图是因为 我想看下 字变项 然后看下 形变项的变化 就是这样 你要知道背后 如果画进化树 为什么要画进化树呢 我真的能够看清楚 原来我是源于同一组 然后下去 例如画进化树的时候 我们这里是个组 OK 然后你有时看到这些图 就会这样的形式 那下去 其实隙了一个位置 就是什么呢 这里是个时间 OK 那这里是个时间的情况之下 如果越近的话 如果画进化树的话 它们的差异就会越少 OK 所以当中里面 我们去画进化树的时候 为什么很多同学 好像不太了解清楚 其实在做什么呢 原因就是 少了这条时间线 OK 大家真真正正 看回我Archiever Tips里面 讲化石证据的那条片 当中里面 已经教了大家 画进化树的技巧 这里大家就要留意 最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清楚 其实在画什么 例如 二叉色检索表 其实用来做什么 其实很多同学都不知道 用来做什么 就这样做 做完就算了 但是你不知道背后 在做什么 你不知道搞不定整件事 还有为什么突然有关节 和呼蕴模式模式 流底双模型呢 原因就是 流动双模型 里面也说过 其实是双模 所以物质 要考虑 它们有极性和非极性 所以很难过 洗包模 所以你要了解清楚 可以画出来 画出来 原来有些洞 关节 就是你要了解清楚 例如 印带 那些情况 和画液的情况 好了 那去到论述题 其实呢 过去呢 如果我缺乏的话 其实呢 有很多的论述题 都会贴的 但是其实呢 当我有同学说 阿sir 你怎么会贴述论述题 那样 其实30个 30个课题 贴述论述题 都挺难贴的 以前A-level 就容易贴的 因为A-level 的Paper 2 都是问你论述题 所以下去呢 贴中的机会很大 但是呢 DSE 其实真的很难贴的 原因就是 喂 你每年只问的那一条 然后你问的话 其实真的挺难的 所以如果你问回我 我真正正正教大家 Essay 只可以 那句话 首先第一件事 贴就有贴的 但是问题是 贴完之后 其实未必问的 所以其实呢 当中里面 我当我是one long crack 1B的long crack 这样去处理的 OK 那当中里面 你见到 贴了这么多 其实呢 有些是会帮到你 考试的 OK 也都呢 例如你见到我 例如我 我觉得今年大约是胎盘的 胎盘和肺 它们的比较 和气体交换 传染病和遗传病的比较 那当中里面 碳循环和淡循环的比较 其实当你去找这些 课题的时候 脑海里面 你会知道 原来 有这些比较 你会清晰很多 所以当中里面 你都会见到 例如 协调五部曲 刚才我都说了 我踩灯车 看到红灯停了 那一只灯都会响 那么留意这些东西 B键和T键的D键 升糖指数 新铜饮食和糖尿病的关系 所以当中里面 我只是想说一件事 就是什么 当你去找这些论述题的时候 你当是 Long Crack 这样找到 就可以了 在过去的 Archewa Tips 的影片里面 都教了大家 怎样做一条 怎样拆一条 以及当中里面 其实都问过 给你听 其实最难理解 那个位置就是什么 题目经常叫你讨论 你不知道讨论 怎样讨论 最难是这个位置 所以我就提醒你一件事 就是讨论是要怎么回答 以及细分题目的技巧 通常是一条 异的题目 再加一条 弄的题目 异的题目 是通常有得混的 弄的题目 通常没得混的 以及当场里面 你要想的 所以提醒你一件事 就是 如果我真真正正正 去准备一条 Essay 的话 就是预期中预期 我预期中 他会这样出的话 我要准备定 但我怎样准备呢 我唯有在不同的课题里面 找他们两者之间的比较 然后 心态上的处理 就是 当是 一样的 去找一些内容 期望去出 论述题的第二部分 你主要是 很明显是 比较两者 当中 在这里的情况 我觉得 其中有一个 课题 我也贴在 应该是第18 就是比较动物和人体的营养 体型 和运动与支持 那个情况之下 其实是温了很多东西 我表演了这条做法出来的 Archive tips 第18 也可以比较 例如 筋吸水和小畅吸水的机制 运输的话 就是 精藤拉力和心脏的跳动 一个是主动 一个是被动 液育細胞和肺 气体交换 其实DSC 也有出过这些题目 其中一条大意 我都觉得 会出的就是 那个繁殖 OK 就是 植物和人类的周期 繁殖策略和代价 还有 也有出过一条 S给学生做的 就是 呼吸度 这里是呼吸度 即是气管 这里是气管 这里是气管 这里隔壁就是消化管道 当中里面 其实我们吸气的时候 其实当中里面 就是 入气管 但当中里面 其实都可以 当我们吸气的时候 其实我们吃饭的时候 那些气体都会入气 入消化管道 其实为什么消化管道 不可以做到这个气体交换的情况 为什么一定要在呼吸度 去到那些肺炮才能够进行到呢 大家不知道 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那 当中里面 其实在消化管道里面 其实 有很多黏液 那么 当中里面的黏液也很厚 那 下来 其实是 虽然大家的表面 OK Surface Area 是大 但问题是 消化管道 其实不是太理想进行这个气体交换 那 我当中里面 这些题目 都希望能够刺激到一些同学 去提升他们的想法 还有 当中里面 其实都挺难提 所以当中里面 大家在量述题里面 我只是可以教到一些技巧位给大家的东西 但如果真真正正正弘的话 其实真的有很多 所以这些 achever tips里面 其实就是教大家 如何去做一条essay 如何去处理一条essay 以及预期中预期 我找一条essay 我会找这两版的量述题 然后去考试看看是否做 其实 Paper 1b Paper 1b 然后去到一个同学很担心的部分 就是E1和E2的作答技巧 E1和E2的作答技巧 其实你都看到 近年里面 出了很多图表表 下来 出两个表 两个表 一表 一图 然后叫你去作答 当中里面 又要解决变项的处理 又要找到一些关系 然后 还有综合结论 过去也有些题目 有些跨课题 例如我还记得 是精藤作用的重要性 去出循水循环 当中里面 其实在香港的教学里面 其实不会教精藤作用的重要性 是关于水循环事 但其实 你看到在其他国家里面 是有说过 跟水循人有关的 所以突然拔了这一点出来 但是 如果你问回我撤题 应该相对来说 是少这些的处理 但是 你会突然间 你出了一条问题 看完那个marking scheme 的话 你会突然间叮了一下 你真的会突然间叮了一下 所以我印象那么深刻 就是这样做 好了 你增长到E1和E2的时候 通常问什么呢 机制啊 机理啊 例如ADH 少点多尿 和多点少尿 一个技法 如果你看到我过去讲解的话 例如那些 除草剂 则 杀虫剂的性质 什么 历久不散 这些字眼 Pathshaper 有的了 图表graph的诠释 还有一些作答框解 大家要留意 一些机制上的东西 其实有得背来的 所以如果你问回我 真真正正的去准备E1和E2的话 其实我觉得 有一个位置大家一定要搞定的 就是过去那10年的 Pathshaper的内容 和作答技巧 大家要讲一下 所以如果你问回我 如何准备E1和E2的话 我就是要拿回那10年 去看回答题的思路 尤其是图表graph的分析 因为很多时候 不是大家不认识 是因为你做题目的时候 只有那15分钟的情况之下 你看不明白那条题目 你真的看不明白那条题目 你看不明白那条题目 你认识了书也没用的 所以其实你要提升自己 作答的思路 所以过去里面 你都会见到 在Audio Channel 里面 你都会见到 我拍了10年的E1和E2的题目 亦都做了PPJPP的E1和E2 所以你看到是21段影片 当中里面就是想说这些东西 所以通常我读E1和E2的时候 你要想一件事 与正常比较 有比较就是有伤害 你记住这一件事 正常我们的心脏 现在这样跳动 但我做完运动之后 我比起正常的心率是快了 心输出量是高了 比起正常的 有比较的伤害 第二件事 通常就是问的情景很多 所以其实挺难提提的 还有跨课题是有的 但相对来说是会少的 留意读法 接下来到2021年 接下来到2021年 接下来到2021年的Tips Extra 你会看到 其实我也做过这个部分 在2020年 接下来Tips 2021年 当中里面也会看到 例如我蓝色的部分 或者我红色的部分 你都会看到一件事 其实也有些东西可以帮助同学 例如 红色的部分是MC 红色的部分是MC 你都看到转络转络 细胞的分裂图 母语也叫做 抗体、疫苗 神经的传递 神经圆的方向 补偿点 一书两点 你都看到也中了 所以 如果你说我贴2022年的话 我会怎么贴呢 我会贴呢 我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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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看 这是我自己的2022年的提示 首先 第一件事 问我 粉卷你觉得 Dixon你觉得难还是容易呢 我觉得是容易的 原因就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 因为大家见过 2019年和2021年 大家都有经验 在这个疫情下 虽然大家是网火 但其实 大家自己温书的时间 是多了的情况之下 例如我自己的教学 我多了的时间 我也去准备一些 陌生的数据分析题目 所以你看到 Archiva Tips 里面 我也有去拍一些 关于实验的题目 刚才这里 我也有详细的说明 而且 我认为图表图表 应该大约60%左右 2019年是75% 71% 也挺多的 但我相信图表图表 的情况之下 大约一半多些 而且 通常我们新博科的考试 都有一个驚喜给大家 通常都是这样的 例如问完物理嫌疑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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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些什么题目 我觉得是大热呢? 这里是第一层 我觉得是大热的 第二层大热的 我会觉得是什么 我会觉得是 煤的实验 我会觉得是 换气的问题 我会觉得是 血液成分的路径 我会觉得是 蒸腾计和植物的支持 尤其是植物的支持 我觉得是大热 接着呢 就是 这个 自花全粉 二花全粉 和便宜的比较 我觉得是大热 我觉得 避孕的问题 因为真的没有出过 避孕的问题 胎盘的问题 我觉得 选择参数 我觉得是大热的 接着呢 就是 协调五部曲 我觉得是大热的 Achievous Tips 里面说了 接着 做出那个姿势 和糖尿病 我觉得也是大热的 OK? 去到后期 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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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验识体特变,基因特变,DNA指纹分析,大热 然后化石,解剖,生物化学的证据和限制,大热 画进化树,画画图,画遗传图,大热 然后去到E1,因为我去年有炮马拉松,炮了半码 我觉得是炮马拉松,带着口罩跑步的实验 加上加热热的E1跨货和饮食有关,我都觉得是大热 所以中观仍然看中了多少 但问题是,如果我准备这次试试的话 我会准备这些东西去应试 刚才说过的大热的情况 其实在Archievative channel 里面 你会看到盈光不间低的那些 过去MC和Long Credit有问 例如2021年问了业的扣重和位置的适应优势 例如山众业有一层和两层 补偿点,2021年 简基罪列,氨基酸罪列,2021年或2020年 也有出过 平均数值,2021年 在XY验试看2020年、2021年 的MC也有问过 写过实验的步骤 比较气孔固数目 也有问过 好像不知2020年或2021年 也有问过这条题目 应该是2020年 吸水的机制 2021年的MC 所以 在2021年 在2月开始 再继续 启动这个机制 拍阿珠花 Tips 我拍了实验的销围 Omicron 然后 为了2021年 解释 细胞分裂分子的变化图 和未来出题的方向 内共生学说 然后 柯克士定律 能量流 姿势 糖尿病 能量流 和物质流 综合分析题 和化石证据的比较 所以当中 你问我 我提示的东西 就是我在 阿珠花 Tips 里面 也有说过 旅近的东西 这些是 我自己也有 提示的 当中 如果之前 有哪些 是可以帮助大家 的呢 我觉得今年大约 是 那个 黄色盈光笔 就是植物的硬胀度 和光性的理解 这里你要留意 接着就是 就是 计算 叶绿体 基粒的密度 就是 曾经 会考过的 例如在 显微镜下面 其实 你观察头 是一个圆形 所以 面积就是 πr² 所以 数量 除了面积 就是 密度 就是 density 这个技巧 回口也有闻过 但是 dsc 没有闻过 留意 这里 接着就是 新型 冠状病毒 测试的结果 看什么叫做 假音性 那些东西 建和人大一个比较 刚才我说了 細胞分化 和基因表达的理解 和 去到后期的就是 细胞膜的构造 和 分子的性质 和 动植物的体积的限制 所以 这些都是 你问我 achiever tips 里面 我也是针对 那个 的 难点 去拍了一些影片 帮大家 所以 你问我 我觉得 这些 achiever tips 的内容 是可以帮大家 去理解 整件事 其实 2021年的 提示 和2022年的 提示 其实 分享都差不多完成了 其实 如果你问我 过去的几年里 都做了很多 技巧性的东西 其实 做了这么多 技巧性的东西 都是想提升 学生的 能力 教学的理解 其实 都会看到一件事 做了很多 这些 palshaper的讲解 或者一些 生物学的 教学的理解 其实 为什么 又改变不了 成绩呢 原因就是 技巧和心态 哪一件事重要呢 以前 我都会觉得 技巧很重要的 但是 近年来 其实 我真真正正的 要帮大家 改变自己的心态 因为 如果 你的心态 如果你没有 调整到的话 其实我给你 极其技巧也没有用的 简单来说 我 提示 给大家一些 提示 其实 你没有 考到 你想得到 5或以上的成绩的话 其实我给你 多少技巧也没有用的 所以你都会看到 在achever tips里面 我都会拍了一些 影片就是 这份 笔记就是 技巧 Dixon Biology 这份 或者网上里面 achever tips PP JPP 系列 其实都是一些技巧 但是 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处理到 你自己的心态 所以 其实 在 2022年的 2月份 我就开展了 Dixon Biology Mastermind 的 内容 当中 其实 我都给了一个挑战 自己在2月份 每天 就拍一段 影片 去讲讲 究竟 心态 调整 所以 去到后期 这段影片 是给中四至中六的同学 中六的同学 给心思 但是 如果你是中四 和中五的同学 我都希望 大家 首先 第一件事 先处理自己的心态 究竟 你真的想不想 深入科 拿到4或以上成绩 你想的话 拿到一些技巧 之后 如果大家都有听过 一万小时 你就能够做到那方面的专家 所以 其实Dixon 做的事 都是希望 拿着这个心态 拿着这个技巧 然后不断地训练 其实 这些 Dixon Biology Mastermind 我拍片的时候 其实大部份都是我 跑完步之后拍的 当中的事 就是通过不断地训练 希望自己的教学 都可以做好他 所以 去到最后 这张照片 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 Dixon 的小朋友 即是我的小朋友 在这个疫症下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罵我家 尤其是 2022年 都对于我来说 特别很重视 原因就是 因为 2022年突然间 那个暑假 有一个特别假期 就会在 这个 2月份 开始去到 4月份 其实 如果你问我 人生 里面 真的有没有 一个暑假是 2月份 至4月份 其实真的没有 所以 在这个月份 又要 防疫 所以很多时候 在家 其实还记得 在这个 新年前 就借了一本 新北科的图书 借了给我的小朋友 看 那怎么借呢 其实我的小朋友 就是去到图书馆 离手 就拿了这本书 OK 他就很喜欢 这本书 整天 早上吃早餐 又或者晚上睡觉 都会拿起这本书 去看 在这个 疫情下 我都要感谢 2022年的 给了我 这个特别的假期 而这个特别的假期 其实 Dickson 都没有休息 有时候 下家跑步 有时候 不断去想 有什么新的 可以帮助 DSE的同学 每一天 就改变自己的教学 其实 胃是为了什么呢 是真的 为着 留下一些东西 给我们的下一代 OK 所以 如果大家 有看这段影片 欢迎大家 去赚好这段影片 如果你觉得 阿sir说得好的话 OK Dickson说得好的话 也欢迎大家 去订阅这个频道 有最新的资讯 都可以提供给大家 到最后 也寄予DSE的同学 加油 给他们 其实你的老师 和你的Dickson 都在继续 为这个生物教学而努力 所以 很感谢 2020年 给了一个特别假期 我 当中里面 为着 Summer 4 或者为着 下一代 留一点东西 大家加油 努力 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帮到大家 给大家一些提示 还有 去到最后 欢迎 大家考完试之后 留言给我 告诉我 2022年的DSE考试 大家考成如何 OK 期望大家 报忧报喜 都没什么所谓 希望今天的分享 帮到大家一手 真真正正的 拜拜 努力吧